欢迎收看每天早晨八点钟 活力上线的全娱乐早八点 又是新的一周啦 大家好我是汪葱 这个女生只要穿这种袖子 就总是想挥起来 小时候如此长大也一样 这是天性真是没办法 所以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娱乐圈当中很多话题 都是跟结婚有关 其实结婚生子本来是大喜事 但是呢在娱乐圈里面 这个就不一定了 比如说陈鹤和张子萱 刚刚当了爸爸妈妈 但是呢陈鹤跟前妻的感情债 就又被揪出来说 那另外一遍呢 则是霍建华和林心如 最近是频频传出了 这个霍建华是被逼婚啊 因为林心如怀孕了 所以才成人恋情 所以才结婚这样的新闻 也是让两个人真是不堪烦恼 那究竟娱乐圈当中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还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来赶紧看我们今天的搞个大新闻 虽说520霍如横空出世 十年好友变情人 但从霍苏任爱到结婚 再到如今心如挺大肚 有关霍如婚礼 新郎不孝新娘没哭 再加上周卓尾大爆料 花哥是否被逼婚 输略的深意的回答 真相早晚会被揭露出来 是让赤瓜群众操碎了心 暗指婚礼有隐情 列举新如恩宗罪 上了年纪捆忙炒作 狠心急装圣女 花哥被逼婚 明白先上车后买票 甚至恶言滑胎等等 我的天 说得好像是你们都亲眼看见了一样 虽说喷子版本多 新如本人不理会 但10月28日 林新如工作室终于看不下去 一条声明决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原本我们想出一则声明 但被解否了 他说正因为他没有做 所以何必怕别人说 可我们还觉得对他的身心健康和胎教有所伤害 姐却很大气地回复我们 摆脱是为我的孩子 怎么会对这些无聊的事而在意 但我们还是决定 将对不法言论发布者 保留法律追责的权利 并进行取证 以正视听 面对新如受委 军网友表示 此处应该at华杰工作室 29号千夫晚唤中 华哥出席某活动时 终于出面表态 六个字和新如一样大气 虽说一句话霸气护气 但华哥这个回答却被网友不买账 好友心胸和气量 莫棱两可的回应 没有一点担当 你老夫和未出事的孩子都受到辱骂和诅咒了 你却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除此之外 网友还扒出霍建华平日对林新如的种种不关心 新如机场无人接 新如自己扛行李 两人出门冷漠脸等等 新如刀割 此刻心疼两口子 结婚三个月收到的人生比出道20年的还要多 其实要解说 人老婆你瞎操什么心呢 人家夫妻俩观点一致幸福就好 俩人间的事干嘛要跟你交代 况且这就是华哥的风格好吗 狗咬你难道你还要咬回去 对于出门被偷拍的全程黑脸 话说是你 你被偷拍还会全程笑脸 另外在做客金星秀时 华哥已经回应了婚礼黑脸被逼婚的传闻 真是不会拍照 你婚礼的时候拉了个脸为什么呀 不是 怎么婚礼不会拉 不是很会拍照的人 所以我开心与不开心我都是 只会微笑这样 我都是一号表情 要说心如为何最近总是一人出行 因为华哥在疯狂挣奶粉前阿欺 也没有法律规定 夫妻结婚之后必须每天都黏在一起吧 至于最后的主委爆料 大伙还记得几个月前 或如婚礼时你们骂叔的场景吗 叔当时发微博 说下次结婚再拍 这言外之意明白人都懂 皆只能说 不要再嫉妒人家的幸福了 接下来是娱乐圈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穿的放点猛料 鉴定整容有三宝 素颜柔脸家就账 如今卑鄙的眉已是公认 但这张秀色可散的小脸蛋 是天生丽质还是鬼斧神功 自卑鄙走红 大家便乐此不疲 想要找出打案 虽说卑鄙每次都立正清白 但网友总是能找出其整容的证据 日前卑鄙的一组美丽的童年照 就被八十万人粉丝团爆了出来 照片中素面朝天的卑鄙一爆光 就有媒体评价 卑鄙从小就天生理智 嗯 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端黑板 有网友吐槽 卑鄙厚重的嘴唇 不禁让人又联想起早年的卑鄙 但是你们这群无知的人类 没听说过女大十八边这句话吗 一部威威两次担心 前不久网上盛传 威威一笑很倾程将再拍续集 但男主杨阳将被换 本来已经让粉丝们心痛得无法呼吸 最近又有消息称 郑爽将被换绝 该由秘之背景的 抢绝专业户正天爱誓言 那你 威威二如果真的大换鞋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呀 面对网络铺天盖底的猜测 原作者顾曼的官位也抛出插办 表示有些妹子问会不会拍威威二 关博君表示 妈妈那么懒 不会有二的 真是一盆冷水 霸气填平 网友脑洞 让优姐说 如果不是原班人马 不如不拍 样样二婚 我们是不认的 人生的路积极走 爸爸的面条我喂狗 在上周五 我大有苦联和独播的爸爸去哪四周 坑爹能守安吉和弟弟小鱼儿不负众望 坑爹坑出性高度 本来高高兴兴的去帮爸比拿访饭 结果一不留神被狗吃了 给爸爸吃 你能不能把狗吃完了 别给爸爸吃 好心村长给了第二碗后 节约为本的兄弟俩 把两碗面条都端回去了 准备一碗给爸爸 一碗给自家院子的狗吃 咱们这碗面和给狗那碗面是一模一样的 你就是想问我怎么翻出来的 对啊 咱这碗面是不是那黄狗吃的 妈妈吃完了 因为那个肥狗吃了一个坑 然后你这个吃到的没坑的 哦 狗吃的时候 他把那面中间吃出一个坑了 是不是 这又没有坑 哎妈太聪明了儿子 吃饭吧 好 吃饭吧 真棒 你再吃 我再吃饭了 屋里东北送中鸡 后知后觉 心疼一家三口吃了狗吃过的面条 还是年轻好啊 无知者无畏 当爸爸和哥哥一脸梦圈之时 咱弟弟还在大口吃面 天天喊着吃狗粮 这次终于有人梦想成真了 当爱情的波拉伊不见 那就挥一挥手说声再见 如今的娱乐圈 分手就开思的明星比比皆是 能做到一日百恩的EX们却不多 自王全安嫖娼被抓后 他与张雨琪相敬如宾的态度 桌上等着看热闹的网友为之一探 而经历种种是非 二人前后脚找到了新归宿 如此撞通告 不免让外界猜测 王道是否有报复的心态呢 面对质疑 最近王全安回应道 其实张雨琪早在一个月前 就把婚讯告诉了自己 考虑到对方的隐私才一直保密 如今张雨琪自己公开了 那就再度祝他幸福 有这么大气 反正幽结我是不太信 像当年燕祖大婚 幽结我一直心碎到现在好吗 我有鼻炎怪我了 前有脸型背叛难看 后有脚背包尿很臭 虽然杨幂肤白貌美大长腿 奈何天生朝黑体质 就连一口娃娃音 都能被吃瓜群众嫌弃恶心 信赛的大秘密近日在某真人秀中表示 因为从小患有鼻炎容易让人误会在撒娇 大秘密还称 因鼻炎日常中得时不时做出吸鼻子的动作 防止鼻涕流下 但是此解释却惨遭网友质疑 有人称鼻炎只会让声音更粗 也有群众力挺扬秘 我有鼻炎我理解你 等一下好像声音好不好听都没得黑 毕竟父母给的 心疼鼻炎蜜三秒 但男生不就宣这样子讲话的女孩子吗 听说物理涛涛在节目里露肉了 得到消息的优劫第一时间赶过来 但是点拍视频一看 尼玛隔壁老王一样的身材划分不对呀 着实有点辣眼睛 先别说这身材放在军营里就是战武渣 放在娱乐圈 涛涛你确定这么松滑的肉体可以刀像吗 对比之下 卧涵在某节目里man爆的脱衣小露身材 比涛涛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涛涛最近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就这还敢顶撞教官 三百个服务昌准备 娱乐圈当中有很多老司机 一言不合就开车 比如说像小哥费青 然后像张宇大哥 但是呢有很多小清新 长得是那种非常阳光的 但是当他们呜起来的时候 真的是连自己都害怕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娃娃乌脉感 娱乐圈里花样多 一言不合就开车 人人争当老司机 武力滔滔抢头条 娱乐圈的风向标 总是变化太猖狂 让吃瓜群众一个冷不防 前阵子还流行的 近东胡歌霍建华 这种禁欲系老干部 现在又开启了 无力无止境的老司机黑车 优姐不禁感叹 废物 呃不是 废玉清 终于后继有人来接班 从此不再落了单 今天优姐就给你扒一扒 这些冉冉生气的乌星 拍乱 外表小清新 内心乌乌乌 外表单纯小绵羊 人设崩塌 不设防 无力一星 嘿可怕 被迷地迷妹们 称为小绵羊的张一星 如今一入乌圈 深死海 从此节操事路人 在极限挑战里 大喊一炷晴天 张来满屏乌乌乌乌 而在快乐大北营里 看到SH48妹子 露个大腿秀5G 心中窃喜好欢喜 联邦感谢快乐大北营 给的好福利 谢谢快乐大北营 给我的福利 谢谢 随后快乐大北营 又让嘉宾们猜 SH48妹子们 谁骑真马 谁骑假马 公布答案后 好奇宝宝张一星问号脸 有请拘警一来答疑 一星你真的不是故意的吗 估计迷妹们有种 我家骄傲出掌程 学会看妹心好疼 如果说节目里 有夸张的成分 那采访中的话 都是她亲自说的吧 其实真的就是 男人对男人的 那个交往 非常的硬 她也硬我也硬 有姐听完很羞涩 一星很一星 下次咱还是开口之前 先过脑 消除奇异没烦恼 而BB也早就不是 当初那个戴眼镜 安静唱歌的小女生了 下面的快问快答 厉害了 坐完再睡 给你 尺度太大了 我的天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BB屋 是大自然书了 part 2 屋里全靠做出来 汪大陆从来也不是什么 纯情男生的人设 但是嗨到身处 人来疯的宫里 也是没谁了 电影 我的少女时代 开情宫殿 汪大陆情不自禁 朝导演 陈玉珊 脸上吸 拉到身处 无忧怨 哎呦 简直是要把 我的少女时代 演成我的老妹时代 在旁的陈玉珊老公 都感到头上有绿光 气到避开不亢喝闷脚 王大陆还实现了票房过 三亿就全裸的承诺 当众扯掉语巾 直接全裸开party 真是说到做到真汉子 看来王大陆的屋 不是说出来的 而是做出来的 可是你身舌热尾 已婚女真的大丈夫吗 老话说 不会讲屋段子的歌手 不是好歌手 薛之谦 简直就是段子界的扛把子 行动派的好骚年 两个膝盖压住我两个手 然后重点 重点到了 重点到了 他开始动 当一个神经病啊你 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 我不要面子的 老薛嘴上药脸 谁还动 我说嫂汉 你欲举还迎 还能来得更猛烈些吗 优劫我爱看嬷嬷的 二维 一本正经开黑车 方家尔的普通话 说的不是很利损 难免会出现 乱用曲解词语的情况 经常会一本正经开黑车 待人客气有礼貌的他 常常是哥哥姐姐挂嘴边 在节目中直呼 姚伟涛是伟哥 吓得何俊忙纠错 知道真相的嘉尔 还怪其伟哥不早说 伟哥心里苦 伟哥不说 随后何老师就问他 身体哪方面比较厉害 他大概是想说腿吧 结果来了句 我哪里都厉害 但是下面比较厉害 郑海假装纠正 真调戏说的是下体 汪嘉尔立马鹦鹉学蛇说 下体 优劫要给这个无脑耿直 不爱给跪了 不过优姐觉得她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说了啥 只是一不小心被内涵 孩子啊 节目套路容易被翻 还是学习国语加把劲 早日登上新舞台 而著名前 发着节目主持人 萨贝宁今年画风全跑片 在综艺节目中也是一本正经放无章 前锋射手 射得进去吗 过老能射了 优姐已是震惊连点JPG 喂 110吗 没事别刷屏 有话好好说 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 而且急速降温啊 这个我在周末的时候 有看到 戳中笑点的一张图 那就是 把秋衣塞进裤子里 然后把秋裤塞进袜子里 这才是对冬天应有的态度 不知道有多少同学 也是这么去装扮自己的冬天的 或者是大家有什么预寒的妙招 都可以在联系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点歌 Sunny Shop说 从高中开始关注全娱乐 你们陪伴了我 走过所有的恋情 到现在遇到了我的老公 我们明年就结婚了 现在已经有孩子了 嗯 我们明年就结婚了 现在已经有孩子了 确实是这样 明天是我跟他在一起的纪念日 希望点一首理想人生送给他 因为遇见你就是我的理想人生 求点 我觉得这真的是最高境界啊 就是当你觉得之前所有的爱情都不对 然后你老想 哎 究竟对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但是这种感觉真的无法描述 你遇到他 你觉得就是他那个感觉就对了 比如说像这个Sunny Shop形容的一样 暗黑小肥牛说 葱哥 桃嫂 从大一开始看全娱乐 现在都已经研译了 想点一首杨宗伟的 其实都没有来 祭奠一下逝去的四年大学时光 天哪 这个说到逝去的时光 最近微信出了一个新的功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到啊 就是你可以按时间 然后按人来搜索朋友圈 比如我自己就搜了一下自己最早的朋友圈 2012年 真的是时光飞逝 那时候好像全娱乐刚刚在筹备的时候 那时候我朋友圈里面还有好多 全娱乐筹备过程当中的这个照片啊 然后自己写的话啊 有机会要发出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继续点歌 杀了512说哈喽 看了全娱乐那么久 第一次评问哦 能不能点我呢 从各位掏扫 拜托啦 想点一首平凡之路 送给还在上学的弟弟妹妹 好了 三首候选曲目 你想听哪首赶紧来投票 那今天呢 我们在片尾处要为大家送上的是 初学者 又是学之间 别忘了啊 扫描二维码 就可以每天了解到最新的娱乐资讯啦 我是汪松 明天早晨 陈娱乐早八点见新的一周 各位好心情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